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9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云飞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从点新闻记者最近的秘密探访开始说起 近期评价团劣质团引起了各界关注 点新闻记者在网上找到一个 只需要388元人民币的两日游旅行团 打算亲身体验一次评价团 旅行开始的第一天 记者在深圳与宜众的团友出发 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 浏览了黄大仙 星光大道 太平山等著名的景点 不过每个景点停留的时间比较少 大约20到30分钟到了午餐时间 记者已经做好准备要大排长龙吃两送饭了 谁知道下车后来到的是九龙城的一家海鲜酒家 不用排队直接就入座就餐了 食人一桌七菜一汤 到了酒店以后记者就更加惊讶了 记者亲身的体验这个详细报道 已经发布在点新闻网和APP 欢迎大家查看 再来关注一下港铁加价的消息 先是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 再有电力公司调整燃料的调整费 到昨日港铁正式公布了票价加幅 根据最新检讨的票价可加可减机制 得出今年6月起加价2.3%的结果 港铁预计九成的乘客车程加价不多于四脚钱 不管怎么说市民搭港铁还是要多花钱 年赚百亿的港铁公司宣布加价除了影响市民 也引起了多位议员的不满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彬认为 港铁刚完成每5年一次的票价机制检讨 市民原本期待港铁在赚过百亿的情况下 是不会加价的 但是加价情况依旧 他对此比较失望 议员田北辰同样也是不满心的机制 他质疑票价调整除了跟本地物业发展利润挂钩 更应该一并计算港铁商场租赁业务的收益 以及广告收入等 内地与香港全面通关还不到两个月 社会踏上复长之路 但仍没有完全复长 巴士电费以至港铁接连加价 犹如给正在复长的市民插上一刀 在这个过程中 机制成为加价最有利的理由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似乎特区政府也只能任由他们按机制行事 然后市民大众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对于接踵而来的加价潮 特区政府是不是应该行使 决定调诈幅度的权利呢 如果社会以至经济环境不适合 特区政府其实是可以拒绝加价申请的 对于许多不赚钱或亏本的公司 加价或许能够缓解公司本身的经营压力 可是像港铁这样经常赚大钱的机构 是不是有义务更好的回馈市民呢 接下来关注张国荣纪念展 在巴塞尔艺术展等文化艺术盛世之后 香港又迎来了一个值得纪念打卡的活动 为了纪念一届巨星张国荣逝世20周年 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 今天正式开幕 这个展览也是香港首届流行文化节的预热活动 展览由张国荣生前的三位挚友 陈淑芬 张淑萍和夏永康担任客席策展人 展示及回顾张国荣在音乐电影等方面的杰出成就 以及他对流行文化的影响 此次展览共展出61组展品 不少展品都是首次展出 香港文化博物馆总馆长林国辉预计 展览会吸引10万人次入场 目前已经接到不少内地旅客的查询 这次的展览分为三个区域 分别为电影电视广告 服装以及音乐 在电影电视部分夏永康将张国荣所有的重要影视片段 以及曾经的金剧剪辑成影片在展览听播放 想必能够勾起不少影迷的回忆 除了文化艺术类的活动 在香港举办的体育盛事也即将到来 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将在本周五至周日 也就是3月31号至4月2号一连三天 在香港大球场举行 篮球总会表示已卖出超过2.9万张门票 销量较去年理想 篮球总会指海外门票需求已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目前占公开发售的20% 连同社区关爱项目招待的6000人 预计开赛日入场人数将超过3.4万人 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表示 很荣幸见证香港国际七篮赛全胜回归 香港在各种活动和盛事中迈向复长 相信这是所有人都希望见到的景象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见